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今天继续跟大家讲白化佛法 记得师父上次跟法师开示讲到了佛教的心理学 在2500年之前 实际上佛教的哲理观和心理观 已经早就形成了 从无始以来 众生呢 因为有无名业力的熏悉 慢慢地呢 慢慢地呢 自己呢 很多的无名业力产生 那么就产生了一元是能 一元是能 二元是所 这个二元对立的迷惑 这个二元对立的迷惑 能就是我们说去我能感受 我能做 所就是我今天所感受的这个境界和环境 实际上 实际上这个二元对立的迷惑 很多的学佛人都是为了要消除这一迷惑 他们用能感受的内心 今天我能去感受某一件事情 我用自己的 我能做这个事情的心 和所感受的静 就是我能感受到这个环境的变化 和我能感受到心的变化 这两个对立的之间产生的 两者积空的产修道 要两者积空 也就是说你的心做某一件事情也要空 你对外境你也要感受到空的 那么师父会跟大家做进一步的分析 在大乘佛法当中 大乘佛法有两个思想众派 一个是唯士 一个是宗观 唯士就是唯士中的见解 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他们认为是意识主控 这实际上就符合了 佛教的大乘佛法的第一个见解 第一个见解 佛教曾经开始告诉我们说 万法即为世所变 因为你的意识变化了 你的心才会变化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认为我买的这个东西 我很划得来 然后你的心就变化了 你就觉得很开心 你觉得今天花了很多的钱 买了一个东西 你划不来 那你的心就产生另外一种变化 实际上 人对主观意识的追求 是非常强烈的 总是认为我自己的意识 来主宰我自己的 所有的心态的变化 所以就是有一个人吃亏了 比方说他今天损失钱了 有的人就懊悔一辈子 哎呀我在几岁的时候呢 我曾经掉了多少多少万钱 那有的人呢就说 哎呀花钱消灾啊 他的意识转变 那么他的生命 他的整个的人的概念都会转变 所以伯陀说万法及为事所变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心态发生变化 所以三界即为心所现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你在哪个界 现在你的心和未来你的心和过去你的心 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心事在转变 这就是事故上次跟大家讲的三界 为心所现 就是讲的我们境界的提高 也是靠你的意识来转变 今天办法 不管什么法 在人间的一切都是你的意识转变 而让你的心态在改变 你认为开心了 实际上这件事情很苦 其实你就开心了 你今天认为倒霉了 其实这件事情大家都很羡慕你 你觉得不开心 实际上你承受的就是一种不开心 有的人很不喜欢做领导 觉得很烦 做一个群众没有什么烦恼 一旦他被选上去了 做了模范了 劳动模范 他就觉得很烦 他的意识变化 所以他天天就板着个脸 过去他笑嘻嘻的 对不对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意识 所以我今天在 着重地继续跟大家 做一些为师论的开始 也就是告诉大家 三界并不是由 某一个特定的环境所创造 它不是一个无缘无分的 这种无缘体来形成的 实际上它也是由众生 内涵 内心所限 因为你是本性的业力 为什么经常说 这个人善有善业 恶有恶业 他这个业力并不代表 完全都是恶 完全都是善 就是你的心所产生的 外环境 举个简单例子 你这个心是一面镜子 你今天照见了善 你心中就有善 照见了恶 你心中就有恶念 那么这就是告诉大家 心会变 心会造作你的业 所以三界 不管在你的心中 显化出什么 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这就是师父经常跟你们讲 痛苦也是你造成的 幸福也是你自己的业造成的 所以很多人痛苦来的怪别人 自己做错事情怪别人 幸福来了 都说自己做的对 实际上对和错 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因为有些对的 在过去就不对 现在 这个时代不同了 这就是对的 有些错的 在过去年代 是属于对的 现在年代 就是属于错的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它是为你的心事所变 比方说 我现在告诉你 这件事情可以做 你心事说 啊好啊 我在做这件事情 过一会儿 我又说这件事情不能做 你的本性在转变 那么你的唯心所造出来的 你就觉得 哎哟这是错的 我不能去做 明明过去可以做 现在不能做了 这是你的意识在转变 所以 所以三界 显示着都是你的本体 所产生的业 你所产生的业又称为自相 自己的本相 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 我们以自身以外共通的显现 就是如果你今天内心有概念 内心以外的环境所显现 那么就叫共享 师父上次跟大家讲 叫二元对立 这个二元就是能和所 上次呢 我跟大家讲到 环境的变化 那是客观存在的 你心里的变化 是你主观的能动性 所以环境是客观存在的 这就叫相分 如果你的心是主观能动性 那么你是理解它的 叫见分 比方说 哎呀今天怎么下雨了 很多人都以为下雨不好 因为这个地方干旱 好久没下雨了 对另外的人 心所限 就是下雨是好事情 干露来了 那么心是主观者 你今天认为下雨是好的 那就是干露 你今天的心认为下雨不好 那是见分 因为你自己可以看见 你的见解 你的所见所为 所以为师论 厉害就是厉害 把人的心事 分成了很多种 你眼睛看见的耳朵 听到的鼻子 识别了 舌头 识别了 身体 识别了 意识识别了 这就是师父经常跟他讲 还有摩纳斯 阿赖伊斯 实际上这些都会成为一种 个体的识别 也可以成为一种整体的识别 它就是相分和见分 统一的角度来讲 不管是你见分和相分 它都是一体的 都是一心 这就是师父经常跟大家讲 有的时候是外心起作用 有的时候是内心起作用 外心是起作用变化的条件 而内心是起作用变化的根据 举个简单例子 两个朋友 因为某些事情争吵了 经常争吵 那么到底要不要好下去 这两个朋友 那么外相就是告诉大家 吵架 吵架 内相就是 哎呀 没有原则性的问题 只是一些观点不同 那么最后 你的内心不会起根本的变化 也就是说 两个朋友可以交下去 那么外面的条件 再吵再闹 你自己认为 这个没关系 我们还是好朋友 这就是你的内相 所以见和像 实际上就是告诉你们 是心在做 心在做 你是心为一体 你的外心看到的某一件事情的 颜色啊 形状啊 或者观点啊 或者大小啊 或者你眼睛看到的这件事情 很糟糕了 耳朵听别人说 哎呀 这多难为情啊 大家都在讲我 这是你视觉部分 这只是你的一个见分和相分的一部分 真正的改变你的 还是你自己内心的主观部分 你认为这件事情是重要了 就是重要了 所以别人跟你讲 所以别人跟你讲再多的恶言恶语了 说这个事情怎么样 你心不引起重视 这件事情不会重视 就像很多过去车间里的人 去跟厂长说了 哎呀厂长车间 这个漏水很严重啊 厂长不重视 这个事情不会重视 厂长说 哎呀 这怎么可以啊 那马上这件事情重视 实际上就是啊 一心 见分和相分都是属于一体的 所以我们就像做梦一样 我们在没醒之前 做梦还没醒过来之前 我们人会本能的 以为我们见到的事情 都是真实的 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相互独立存在的 心理学讲 今天做了一个好梦 到某个地方去了 很开心 那么你以为在梦中 就是你认为这是存在的东西 实际上 当你梦一醒过来之后 你梦中所见到的开心的事情 和你所见到的境界 全部都去除 没了 那么这个梦和你没醒之前 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 一个整体 你想想看 如果梦不是延续下去的话 那你就醒过来 如果这个梦如果能够延续下去 让你一直很开心 那你就在这个环境当中 非常的开心 也是你的自己的 我们说见分 因为你的见解让你开心了 哎呀 认为这是真的 开心了 像只是一种显像 让你理解 让你知道 举个简单例子 你看见这个人 一直盯着你看 你觉得 他很喜欢你 你只要有这个相分 用你自己的见分 去理解他 我见解 他是喜欢我 你就会产生一种发喜 这就是 我们说辩证 这就是一种心理学 我小时候听过一个笑话 说一个男的 脸上有很多的麻痹 皮肤长了很多麻痹 不知道找了多少女朋友 人家都不要她 结果呢 有一天呢 人家给他介绍了一个幼儿园的老师 这个老师呢 跟他见了面之后呢 那个男的就跟他说 你明天还能再出来 我们再见面吗 那个老师说 好啊 明天晚上 好吧 不要太晚 天黑之前吧 五点钟 我们还在老地方见面 那个男的欣喜若狂 实际上用心理学上来讲 他的心意得到了满足 他看见了这个像 就是耳朵听见了 人家要跃大 眼睛看见了 他就看见我 满意 明天晚上再见面 这个像分 跟他的见分 就是我认为 他还会要我 那么等到第二天 天还没黑 老师带了一群幼儿园的 小朋友都过来了 那个男的一看他 哎 你把这么多小朋友 带过来干嘛 我们谈恋爱 那个老师不理他 就冲着小朋友说 小朋友们 大家把头抬起来 看看这位叔叔 那 你看看了之后 你们如果现在 不肯打预防针 以后大起来 就跟这个 叔叔脸上长麻痹一样 他这个像 是他的误解的像 没有理解的像 分 就是他内心的分别意识 产生了错觉 这就是心理学 他是直观意识 没有曲折 曲观意识 所以师父告诉大家 佛陀能够告诉我们 这个外像 可以影响你的内心 也就是 你的心在动 你看见的 也是在你的心中动 你没看见的 也是在你的心中在运作 所以佛陀就是告诉我们 你要记住 心生则静生 你只要心生出来了 境界就生出来 心灭则静灭 你今天想这件事情 没有了 他就没有了 你今天烦恼生出了 你就有了 静生则心生啊 你看到这个环境 你的心产生了 一些想法了 那么你的心就生出来了 那么静灭了 则心灭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晚上在很远的地方 突然 你们听不到声音的 很远的地方 有一辆车开过来 在农村的时候很暗 根本没有灯的 你看看很远很远的地方 这个汽车只有一盏灯 因为那个灯坏掉了 你看见一盏灯 很远的 糊糊悠悠的 而且因为汽车开的时候 还有很多树嘛 所以这个灯一会儿亮 一会儿不亮 你可能会心里产生 哎呀 是不是见到什么灵性了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汽车一盏灯 经过很多的树木 它是一闪一闪的 这就是你的心在生 等到它开到你面前了 哎哟 一个灯的汽车呀 静没了吗 心也灭掉了 你今天对这个人的恨 也是这样 你恨它 等到它跑过来跟你说 这件事情不是我讲的 是别人讲的 你不要误解我 你这个静就灭掉 所以人的心 佛说 心即是静 静即是心 环境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就是环境 所以当我们去注意 这个世界上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心可能还在 所以我们的眼睛看到了 我们的心就会动 我们的耳朵听到了 我们的心又会动 所以叫无见 就会无感觉 所以不要去看到 心无寡碍 不要去听别人讲 你就有虚空的感觉 心中有虚空 而虚空的感觉 时间长了 在你的心中就产生了一种 积极的正能量的环境 那就叫空静 空静 虽然不像红尘当中的色静 今天看见这么多party 这么多人 这么多商铺 霓虹灯 很开心 但是空静 就是你心中的一种高尚的境界 因为经常心空的人 他不会有烦恼啊 而在红尘当中滚滚的人 他的烦恼不离生 所以我们情愿要修行修道 空静 那种境界 才是日后 才是日后超脱六道的根源 而在红尘 的 就是 我 使我